我今天去看瑞瑞了 她很好 放心吧 好 我知道了 那你呢 你好吗 我很好啊 你也放心 看不出来你哪里很好 我跟你说 再会就要说出来 有问题呢 就要去解决 我这里信号不是很好 我先休息了啊 姐 拜拜 请吃饭 送包包 店完成 妆并驳去同情 这倒是不用装了 这有什么毫无诚意的搜办法 这有李景阳这种傻子才不易 小鱼头 我可以问你一点私人问题吗 可以啊 不小心做错事情惹人生气 虽然道歉了 但不知道她还想不想回来怎么办 用心 怎样才算得上是用心啊 如果你想谎和你们之间的关系 并且更进一步发展的话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一起做一件对你意义非凡的事 让她走进你的世界 只有了解才能让彼此更亲近 那 哪 哪 今天还说 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们一起做个甜品吧 小姨 你干什么会要拒绝吧 怎么会呢 小姨怎么会拒绝我们芮芮呢 那我们开始了 那芮芮呢 负责剥草莓 好 像这样 小姨帮我把鸡蛋分成蛋黄和蛋清好吗 好呀 offenses 今天晚上做的 煮好了 煮好了 不一定要用炸糖 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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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小姨 你要是再不回家 我们都要想着你 失眠而亡了 小姨也想瑞瑞 信一个 走吧 是啊 思汗 我一个人带瑞瑞 带得手忙脚乱的 家里没有你真不行 咱们把口笨了 没有饭吃的鸡蛋羹都不会做 真的吗 嗯 小姨看看啊 正给我们瑞瑞饿瘦了 那小姨就只能 也没齐难道回家了 终于和好了 小孩不易啊 那个 你们两个看看这个甜品 你要怎么分 我帮你们切 那肯定是我一个人的啦 我是小孩 我应该多分一点 就不 这是干妈给小姨一个人做的 以后再给你 你 咱们来拍个照吧 好 干妈你怎么能笑一个呀 你 来啊 来啊 对不对 一二三 一二三 来啊 你干吗啊 我 我 你拿水啊 哎 哎 啊 妈妈 我刚刚刚和小爷爷看完故事书 现在准备睡觉啦 好 给妈妈发过去 好 好的 祝日晚安 妈妈想你哦 那我也想你晚安 好嘞 我给你买了摄像头 你不给我密码也就算了 你就不能主动给我发几张我儿子的照片啊 不给你找着呢吗 看起来心情不错啊 有什么好事 找着媳妇了 哎呀这男人啊 老了也不好找 你就老实脱子也不是事 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啊 没那个福分 也不想耽误别人 好 静瞎说 我看你们这一家三口挺幸福的 但我儿子就没有一张单独的照片吗 我明天给你拍 看来瑞瑞在你那儿玩得很开心啊 我也确实得努力把他妈妈给哄好了 你想好了你就抓紧 没有人在原地等着你 这话我也送给你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瑞瑞小姨啊 你看你照片笑得那么开心 这还是你 挂了挂了挂挂挂挂挂 你二姐 有空的时候问一下瑞瑞 在我和周明之间 如果只能选一个人的话 她最想跟谁一起生活 这种问题 叫我怎么问得出口啊 太残忍了 大人吵架 受伤的永远都是小号 怎么睡觉不关灯啊 沐沐还小 你就再坚持一年 行吗 放我求你了就一年 她就是个累赘 不 我才是那个累赘 你不是累赘 你是我老婆 你是沐沐 你是玉的妈妈 她们需要你 我是累赘 我就是那个累赘 我就是那个累赘 让我去死 让我去死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做个梦啊 我睡觉不关灯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路过 看见你这没关灯 我就顺手给关了 不好意思 衣服清洗的钱您算出来的 我让他们结给你 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 那你是 是想问你一下 你和我哥的那个同学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啊 这事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 一行帮我照顾客了 还有啊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沐沐 小姐姐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是我们老大的官方代言人 小姐姐 你说要带瑞瑞来 所以给你改的公园了 这样也更舒服一些 瑞瑞她能玩好 也不耽误咱们聊天 还是班长想得周到 班长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 主要是想问一下 你们甜蜜 特别的抄袭搜的新品这件事 那给你带来了吗 哦 好